接下来我们来看学测103年多选11 这是一个数列的问题 那也是透过一些简单的组合 就是设计出一些逻辑判断的东西 我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 也不需要去用一些太多太复杂的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公式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在说什么 有没有可能从1开始 那100是正 1000是还是负呢 我们如果我们要看他对 我们先来看有没有可能让他错的情况发生 1000对 100是正 1000是负 这如果要让他错 那表示说怎样 他一定要下降 但是不可以下降的太快 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脑里面先出现的画面大概就像这样子 就说你1000的时候负哦 但是100是正 就是不可以下降太快的感觉 那我有了这样的画面之后呢 其实我才去找一个这种算式 所以我在找这个算式 就是说第一 第一可以负0.002 或者负0.01 也都可以 负0.01的时候 刚好100的时候变成0.01 但1000的时候负8.99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说 其实对于我们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来说 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里面 脑里面出现的都是先出现这个画面 那接着再写出这个算式 那可是呢 当我们要教别人的时候 我们反而都是用算式教别人 因为我画面事实上是不好讲 就很难讲清楚 那是在我头脑里面的画面 所以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 你们可能就会很容易就只是学到算式 但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种老师的一个 心里面的一个发展 这人在理解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是用几何在思维比较多 那代数是为了用来沟通讲清楚用的 那第四个呢 其实也是一样例子 这个就是1000为负100为负 那这个要让他反例的时候 就是一样 就是缓慢下降的例子 缓慢下降就可以让14 这个都不成立 那2跟3就是100是正 100是负 100是负的时候 表示说一开始已经到 一开始已经跑到下面了 那1000当然就会 没办法再回过头 因为等差数列的感觉就是一个直线 等差数列你就对应到直线的感觉要出来 那如果1000是正呢 那100当然也是正 就是你一旦要上升 那100的时候也是处于 比刚一还更高的情况 那所以你看 我刚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真的都是在用几何思维 那这边也要 也要再强调大家的感觉 就是等差数列 它本身的一个 一个那种数列点 构成的线 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的状况 直线的状况就是跟等差数列有相关联的 那第五个的话呢 第五个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计算方法 就是我们就是1000跟10 其实是差了990个公差 那100跟1呢 差了99个公差 那当然这个就是10倍的关系 那最重要的是等差是一个 一个直线的概念 这个是在想等差的时候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公差的计算 那这边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 所以这题的分享到这边 就算是一个比较多了 就算是一个比较多了 就算是一个比较多了